打开手机搜寻 十多款桃园市政府APP 让人眼花缭乱 像是桃园道馆及时影像系统 可以查看周边工地施工资讯 而旺瞄淘宝网 让想要热养毛小孩的主人 能及时使用这个APP查询 不过大部分的桃园市民 根本不知道有这些APP存在 我们一般民众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 所以就会造成说 你做这些APP实际用到的人 可能也没有很多 就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啊 很浪费钱啊 没有必要东西 桃园市升格后 各局处陆续开发手机APP 2022年时 各局处开发的APP原有19款 但近两年陆续下架5款 包括桃园线上申办数位行动凭证 AR桃园 大西时空旅人等 退场原因多为使用需求及效益不佳 目前剩下的14款APP 下载数和评价也普遍低落 让议员质疑 是否花大钱开发 却形同打水漂 过去郑文账市长执政的时候 用很多巧利明目的方式 成立非常多的这个APP 这么多年下来了 有些APP甚至已经过了4年了 它的下载率总共也不过才1000多次 这些上亿的预算却看不到效果 这么多款的APP被民众嫌到爆 觉得很难用 每半年我们就会要求各个机关 必须来解释他们自己所开发的APP 是不是符合使用效益 解释下来以后效果都不理想 我们就要求各机关把这个APP来做对于的下架 市府制发会四两拨千斤 表示下架的APP 借为前朝郑文蔡市长执政时开发 未来会加强把关 不过没有第一时间做好评估 虚置人民的纳税前 这些文字APP难免引起民怨 欢迎新闻陈明艳 可贯成王悠阳桃源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